五十一年义务劳动竞赛 全省各地普遍展开 获得辉煌的成就 台湾省主席周志柔于四月二十六号 到达花莲巡视花东两县一劳成果 花莲县山地秀林乡的公路 经过义务劳动平坦宽阔 成为康庄大道 乡民们为欢迎周主席的历临 贡献木制雕像一座 以感激州市主持省政以来 带给民众的福祉 花莲县这次一劳出动47万工 整修道路37万多公尺 节省费用1200多万元 台东县长黄托荣 携台东县各界代表 在华东交界处欢迎周主席 接着参观池上 观山路野等乡一劳成果 观山大郡灌溉区域土地重化 所开提田 获得周主席赞扬 这些原来是旱田或荒地 经过开墾以后成为水田 使经济价值提高数倍 台东延平湘的山道 为了对周主席表示敬意 演出美妙的山地歌舞 为辛苦的涂层增加一段轻松的插曲 为辛苦的涂层增加一段轻松的插曲 四月三十号 周主席视察台北县的一劳成果 首先巡视三峡镇 女镇长林学美率领全镇代表 欢迎周主席 并引导参观修筑完成的公路 林口乡到五谷乡间一条长达一万一千公尺的道路 也是一劳成果 周主席特为剪彩通车 并命名为民意录 台北县全县出动一百三十多万工 完工以后的成果 经济价值在九千万元以上 阳明山管理局 今年的义务劳动工作 也相当出色 市林山子角大排水沟 面目一新 给周主席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阳明山公墓的环境卫生 也整理得很好 充分看出民众义务劳动力量的伟大和成果的优良 随后周主席转往基隆市 参观由于年久失修 北洛瑟淤塞臭气熏人 素有三派之称的吉隆南融河 西定河 徐川运河 这次发动民众书军 焕然一新 据省社会处统计 今年全省一劳成果极为丰硕 出动人力将超过两千万人工 经济总值在六亿元以上 如果这项工作每年举行一次 那么三年之后本省各地都将以一个新的面貌出现 真正做到有路皆平无沟不通的地步 这次发动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